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刚刚我们用我们的直播室 在民间电台做了一个简单的节目 一个特别节目去介绍了我们两位候选人的出选 现在也请我们六年前创办民间电台的台长 曾建成 哈罗哥,说什么句话 其实这次很多谢我们过去的战友 包括二十多个被告和已故的指导文 你看到我们六年的抗争 是一个和平理性非暴力 拉不还手,告或直言 每一场官输,我们输的 法官判判法本的人 在那个电讯条例那里我们是不交的 但当法官判了之后 都给他醒我们 要是情操高尚 要是品格高尚 这个开港大气电波运动 是真正一个公民抗亡运动 六年来是风月目来 今天我们要再立出多步 就是希望我们的战友能够代表民间电台 走到六社区 继续发展地区的电台 大家看到 回归之后 很多媒体 已经是有适当的官员 他们从商业角度 从他们的那个兴趣角度 没有说从真的角度去广播 特区政府一样 你看不到港台空过一个AO下去 他在那放手吗 就算现在所谓数码化 频率可以属于神会成上去 电台更多 但是政府就要笼笼笼夹制这个大气电波 在去年你看到民间链都要向商台 用六十万买个广告时段 去卖民间链的广告 其实大家不同政党无论左从右 这个要求政府开放大气电波 这个才是真正的人民福祉 所以 Kent仔 Derek 的参选 是我们民间电台 再卖进一步 希望在参选的过程当中 将大气电波运动的理念 在地区推广 有幸当选的 是拿全部资源 继续在地区 开放民间电台 如果我们能够十万区都有电台 我们可以串联 就可以全港广播 这个就是我们民间电台 是为何今次会派人参选 还有我们再很清晰讲清楚 民间电台 是不识公民讲的 但是一个和平 理性 非暴力的做法 因为 因为过去没有任何冲突 就算 跌设满 那个人来抓人 我们没有反抗 因为不是警察抓人 如果是警察 的状况 他一早躺着你 又不准你去那裏 不准你去那裏 去那裏 冲突就是这样 他说是昨天 我们撑港台运动 一个警方人员都没有 我明白 各个示威 表达完便走 但是同样下午 我们反对这个替死机制 警方是阻止示威者不准去 引致有对视 好了 说回今晚 大家看到 我们的媒体 有行 有几个媒体 愿意报道民间电台 升任 正正我们要打破这个大电波 不要被商界融断 整个大电波 人民有权发释 人民有权有电台 人民有权有电视台 是公平廣播的 多谢 张锦雄 今年36岁 一名注册社工 即将会出选的 是大埔的保瓦选区 哇 被容金 都很艰难的 这个区 大家知道 上一届 民主派都是没有人去参选 这个区 现任的区员 由99年做到现在 上一届都很高票 所以这一区也是保皇党支部 和三位立法会议员的联合办事 所以我都管住 这种抗争 堅持的精神 希望能够被选民多一个选择 最重要是能够将民间电台 这种领命而死 不密而生的这种精神 是在这个选择里面发放出来的 Derek 我叫陈德彰 今年22岁 刚刚在美国华盛神大学 政治人毕业 我会抄选的选择是 沙田区议会的火炭选择 我面对的对手是 两个隐瞞政治叛景的建制派 两个阿姨 小朋友 你对着两个阿姨 礼拜好些 我们一向不要过来 你见到人要对着阿姨 早晨 那你两个建制派 对一个民主派 你很有利 没利 因为很多街坊居民 都不知道他们真正的政治背景 那我就要透过这个选举去 设法讲些真相出来 其实民间电台也帮民主派一马 去追击一些所谓大祸 和一些隐形大祸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 我们希望我们达出一步 有灵的突破 好 今次出选也很开心 其实你讲起民主派 民间电台能够可能 某程度上 能够令民主派是大团结的 因为我们可以超越党派 我们去支持这个 争取开国大力结果的运动 所以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民主派 政团都给我们支持 簽个支持黄议书 是 我相信街工 职工盟 民主党 公民党 新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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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对你们的支持 我相信是不会走的 好 我们最后讲完 今次的竞选口号 和我们寄给选民 透过政府寄给的表格里面 我们是这样写的 支持民间电台 发挥社区智慧 我们将尽力争取 当选 透过公民抗命广播 在新界区 开始新的FM核道 关注民生 起硬民主 捍卫社会公义 争取开放大气联波 让社区齐来发声 我们现在都 和我们的兄弟姐妹一起 喊喊喊口号 好 来一句 来一句 先 来一句 用心服务 用心服务 用心创造 用心创造 凌鸣而死 不犯而生 突破封锁 突破封锁 主动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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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命而死 不不而生 突破封锁 主动出击 主动出击 那我们刚才提到竞选口号 了 我们今次的竞选口号 是支持民家电台 發揮社区智慧 我们将尽力 爭取当选 透过公民抗令廣播 在新界区 开 Fen 新的FM行動,關注民生,企硬民主,捍衛社會公義,爭取開放大氣電波,讓社區齊來發聲。 好,多謝大家。